请先准备兰德式注射笔 注射针头、走晶棉片 以及废弃针头减收瓶 请先检查兰德式注射笔的标签 有效日期及外观 兰德式注射笔为澄清胰岛素 若胰岛素呈现浑浊、变色或出现颗粒 则请勿使用 请直接抽出并取下笔盖 接着请撕开针头外盖纸片 此步骤请小心 以防被挣扎到 请以酒精棉片 擦拭笔式卡夹顶端的橡皮塞 将针头对准兰德式注射笔后推上 如果不方便对准 可将注射笔垂直立于桌面 另一手装上针头 请将针头选紧 取下针头外盖 不要丢弃 取下针头内盖 请将内盖丢弃 接着请将注射笔排空 每一次使用兰德式注射笔之前 都必须先进行排空 这是为了确保您能取得精准的剂量 请转动剂量旋钮至两单位 请将注射笔朝上 用手指轻弹笔式卡夹 将空气集中于顶端 请将针头朝上 按压剂量旋钮到底 胰岛素将自针头直线流出 请持续按住剂量旋钮 并缓慢数到5 以确保排空步骤完成 同时您会看到剂量视窗显示为0 这时候就完成了排空步骤 如果胰岛素无法自针头流出 请重复多次的排空步骤 若您重复了多次排空步骤 仍没有看到胰岛素质针头流出 请更换新的针头再重新测试 如有任何疑问 请查询钥匙 接着请选择您所需要的治疗剂量 请转动剂量旋钮 至您所需要的注射单位剂量 如果设定过多的单位 您可以往回转动来更正剂量 请先以酒精棉片消毒注射部位 请以垂直的方式将针头插入皮肤 请将拇指放在剂量旋钮上 按压剂量旋钮到底 并请确认剂量显示窗中的数字显示为0 请持续按住剂量旋钮 并请务必记得要停留10到20秒 以确保胰岛素的完整吸收 从皮肤拔出针头后 请检查针头是否有残留的胰岛素 以及是否有胰岛素溢出 如果有残留或是溢出的胰岛素 下次注射时请停留更长的时间 注射完毕后 请将针头外盖小心地套回 并将针头旋转取下 置入废弃针头检收瓶 请将底盖套回 当废弃针头检收瓶装满之后 请吸回药局或是糖尿病卫教室检收 蓝德式注射笔使用完毕后 则可比照一般的塑胶类回收 以开封使用中的蓝德式注射笔 不需要冷藏 但请储存于30度C以下的室温环境 不可置放于厨房、电器旁或太阳直接曝晒的地方 蓝德式注射笔可于室温环境下储存一个月 尚未开封使用的蓝德式注射笔 请储存于冰箱的冷藏室中 不可冷冻 使用胰岛素的过程中 如有任何问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请小询医师、药师或糖尿病卫教师 我们将非常乐于为您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